在行星探测方面,国家已经批准了行星探测的任务,有四次任务,想在十到十五年内完成。 其中,天文一号已经于2021年圆满成功。 天文一号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深空探测由已经走向了月球余远的领域。 未来围绕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小天气和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以及地外生命信息的探测等科学目标。 我们还将开展小行星探测,火星的取样返回,以及行星系的探测的任务。 那么在这里面的天文二号已经准备在2025年前后实施。 主要目标是小行星探测,将瞄准一颗境地的小行星进行伴飞并取样返回。 那么天文三号是火星采样返回的任务,这个计划是在2030年前后实施。 实行火星采样和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 天文四号是木星探测系,也是计划在2030年前后实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